之前我們一起出外景啊 然後就是跟辛龍哥 其實我們在一個群組 我們都說我們其實是一家人 除了就不是演藝圈的朋友 我們是真正的家人 所以其實在新聞出來的時候 其實最擔心的是辛龍 我很擔心辛龍哥 然後剛剛也有跟劉正老師講一些話 就是希望他可以 給辛龍哥一點 勇氣 然後跟 常常會來陪他 然後剛剛是 因為我很喜歡 辛龍哥之前很喜歡跟我一起下午子期 所以我有一個帶了午子期 跟他一起玩 然後陪他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晚輩 可以做到一點 陪大哥這樣子的心情 因為我們其實私底下都 我都稱呼他為辛龍爸爸 所以其實就是很心疼 很心疼辛龍哥 很心疼辛龍哥 我也跟他說我覺得不用太勇敢 就是要一定要怎麼樣 但 對 就希望大家可以給他一點空間 然後 希望他可以 好好的 然後身體健康這樣 希望大家也可以幫他 替辛龍哥主 跟提 女人 我們一起幫他祷告 這樣子 嗯 謝謝大家 謝謝 剛剛就是安慰他 然後 接下來的時間都會 盡量 有空的話就會陪陪他 這樣 那 其實 我覺得這個要 短時間要讓辛龍哥 走出傷痛 我覺得是 嗯 就是 大家都陪他身邊啦 就盡快的幫助他 這樣子 對 給他一點力量 跟劉老師以前 一直都是很好的 以前 呃 也有 很多的短距的演出啊 那 劉老師一直也是都是一個很可愛 然後 個性活潑 對我們身邊的 工作同仁都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 一直以來 我們都非常非常喜歡劉晨老師 那 他跟辛龍哥 結婚 然後 他們的互動 也都是讓我們非常的羨慕 那 呃 就是很可惜 但 但我覺得 就是 接下來 我們會把劉老師的好擺在心中 然後 跟辛龍哥 呃 就 在 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我們都會記得劉老師的好 我覺得現在 傷 傷痛 是 難免的 那 不管辛龍哥說什麼 我們都會 就是 以 以正面的態度來 來對待他 這樣也會幫助他 也會陪伴他 那 這就是 我們身邊的好朋友 都應該要做的事情 謝謝 謝謝 對 他